由他擔任交通部長會出這個出軌的問題 擔任台中市場就是做了很多的決策 也讓人搖頭至極 我認為林佳龍部長面對這個問題 第一個應該痛定是痛搞清楚 我們現在在處於重要的外交關頭 我們今天從現在算起一直到11月 有多少重要外交的旗程都要來做 你現在內鬥不休 爆出這個料來 自己內鬥不休 搞得烏煙瘴氣絕非國家制服 尤其在此關鍵時刻沒有做好外交佈局 更顯現我們政務體系毫無能力 貴為總統之尊去觀測到這個事情 他出來就要能夠立即有所定奪一錘定音 否則的話都是在消費賴清德總統 這個時刻人事務求安定 對 在沒選的這個關鍵時刻 尤其在11月份就要投票 那我現在再跟各位講一個 現在是7月對不對 現在是6月定 6月定 馬上7月 7月馬上等下就要開提名大會了 這是多麼緊要的時刻 對不對 當然大局大概也底底 對不對 除了一個呆老頭跟一個封老頭之外 禮拜五要辯論了 by the way 對啊 那我們今天就是在問嘛 就是說我們的掌握是如何 光總統是一回事 參議員 對不對 參議員有三分之一要改選 眾議員有這麼多改選 對 我們今天報章 雜誌 外交回報 有沒有那麼完整 好 再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9月份呢 會有一個蠻重要的軍事外交的會 就是臺美工業國防工業年會 臺美工業國防工業年會的時候 是這個賴清澤總統 5月20號就任以來 然後第一次在開這個 他理論上都會邀請國防部部長去 那國防部部長假如不去 他也會派一個主管的副部長去 那去那個地方 然後一定人家要問 你未來的國防政策是如何 對不對 那你今天國防政策如何 要去解釋得過 然後那邊就是共和黨也好 民主黨的人也會來 因為人家要來看看你的風向 是 很關鍵的時刻啦 對嘛 所以你看嘛 我們今天從現在算起 一直到11月有多少重要外交的旗程 都要來做 你現在內鬥不休 爆出這個料來 你這個 到底是為什麼 所以老師我就想請問你 就是像這個余大雷 他的任命是當時那個小美琴嘛 他等於是要回台灣來參選 對 然後他去接 對 那那是當時是 等於是在那個之前的 現在單人 吳釗燮的任內他去任命這個余大雷 去接這個駐美代表 不 無論是 不管是吳釗燮還是蔡英文啦 反正他就是當時 就是說主管的部會首長是這個吳釗燮 對 核定必然是總統 好 那但是問題是 就是說這些之中人事的考量 對不對 對不起 你的人事考量 我們駐美的代表一直在出問題啊 我們駐美的人選啊 一直在出問題啊 口一哥 對 口一哥 因為社會也紛紛嚷嚷 我可以跟各位啊 這個現代來講 假如今天這個爆料出來 我可以跟各位講 很快就有第二個爆料 也有第三個爆料 第四個爆料 你假如沒有妥善的處理好 我們要為政啊 最重要就是人和成一個團隊 所以現在在這個樣子 大家已經跟大家分析了 現在這麼嚴重的關鍵時刻 對不對 你第一還要去搞人事的 這樣子去吊派 你在搞什麼東西嘛 那老師你覺得像現在 此時此刻的外交部部長是林佳龍嗎 那他當然也是接得心不甘情不願 那他 你怎麼知道他接得心不甘情不願 看起來啦看起來 似乎感覺 那你覺得他有可能處理得好嗎 像現在這個 我不知道 但是這確實在 對他來講很棘手 不是我認為這確實是在考慮他的智慧 但是呢 由他擔任交通部長 會出這個出軌的問題 然後呢 火車 列車出軌 然後呢 有很多上升的人 隔幾個月才能發生 這個發現遺體 我對他 這個實在是 不知道該怎麼講 然後擔任台中市場 就是做了很多的決策 也讓人搖頭之急 OK 我認為林佳龍部長面對這個問題 第一個應該痛定是痛搞清楚 我們現在在處於 重要的外交關頭 假如今天川普回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掌握未來 川普對於我們這邊的 這個團隊大概是哪些人 對不對 假如是拜登連任 對不對 那布林肯這邊以下到康達這些重要的 或者Jack Sullivan 這些關鍵人物是不是都要人事中做調整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要同樣的 除了這個本來就有多線的外交 我們也交好智庫學者專家對不對 我們呢 這個年度預算 明年1月1號開始 現在穿梭於台北的智庫學者專家 穿流不洗 為什麼 為明年的研究經費要思考 要來切磋 要來這個潤潤 要來搞好關係 人家不是傻瓜 對不起 請問一下 我們也要知道哪些人的價碼在往上走 哪些人的價碼在往下提 對不對 那我現在更痛心的要講一個事 我們這幾年有關國際情報 以及對大陸的情報 這個簡直是 這個就是一敗塗地 你堅持一直想想看 今天有這個事情 我們今天在這個就是駐外的管處 是不是也有派國家安全局 有相關的官員 一定有 那對內能不能鞏固團結 然後保健防腐對不對 這些東西是不是都應該 要尋有關情治管道回來 然後有內控嘛 對不對 你們完全沒有 我不是我講 今天講一個最可怕的事情 我們對於大陸的情勢的發展 你想想看嘛 這個對於台灣的22點 對不對 5月26號人家已經定案 然後到處發文 發到各省各縣 那個發下來副本可能有四五百份 他只是沒有公佈而已 他沒有公佈 可是問題是我們在大陸的部件 是不是都是零分 人家到6月21號公佈之前 6月20號公佈說明天下午要開會 我們全台灣沒有人知道 第二天棒人家一公佈 然後一看那個上來副本 哇你發了這麼多單位 5月26號就定案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除了動不動 就是說在那邊 這個就是說這個會生會議 說是有這個 第五重隊 第五重隊 那裡也是 第五個重隊 五個重子排成一隊 第五重隊 真的啊 你不知道什麼是第五重隊 我知道五個重子的隊伍 不不不來 我那天有審問的照片給你看看 給你看看啊 第五重隊 對第五重隊長什麼樣 看一下 第五重隊 看一下 第五重隊 陳訊第五重隊 五個重子 五個重子 好好好 好好好 第五重隊 好老師 那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那最後就是說 這個事件啊 那賴清德他有出面來講 就是希望好好那個調查嗎 那你覺得這個是不是 為什麼會到賴清德他出來 直接下這個命令 那他會 會不會有這說法 就好像賴清德 他想要介入這件事 我覺得第一他對這個事情 這個率而發言 可見所有外交部的發言體系 對外的公關體系 以及這個總統府對外發言體系 完全完全失效 我們為建立專職的發言人 就是要為長官建立這個防禦的眾生 目前調查的狀況並不明朗 對不對 那總統率而對此發言 你知道今天他要換誰 也就一句話就換了 對不對 那今天在這個時間 讓大家增加這個懸疑感 你也拿一點會的好不好 你要做總統的人 你要有啊 歸言啊 我知道 對不對 不要太早把底牌先出來 不是底牌 你要怎麼底牌 你沒有必要出來自己講吧 對不對 總統出來講話就是要定案 一錘定音 所以他出來講的有沒有一錘定音 還沒 對就變成了這個什麼 雜音四談 四色 兵兵貓貓貓貓 對不對 這個是不好的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我們如何以堂堂之陣 能夠安定國民的這個內心 我們如何能夠啊 就妥善的處理對美的關係 而我們今天假如就美國人的眼光 看著我們駐外的帶管處啊 現在亂成一團搞成這樣 人家有什麼感覺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不要去計較這一點小錢 我跟你講實在話 而是這個事情啊 爆料以及我們對相關的人事安排 有沒有完全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 這是最重要的 你今天啊 與其我們的小家子去啊 在那邊講一個車 這個多少錢 大家這個多少錢 我還是要講一句話 你知道請大家好好去看看啊 我們啊 黑道的大哥辦起啊 上市的時候 外面啊 提的那個氣魄是如何 旁邊站兩拍美女 那都要多少錢 我不知道 這個捷克只想到看美女 我只是看車啊 你知不知道 車也貴啦 美女也不少啦 所以就是說 大家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真的要看 不是說這多少錢 花了那多少錢 它背後其實有更深層的含義 在此時此刻這麼重要的時候 在這個 美國這邊 至少我們的外交系統 它內部怎麼會掀起這個風暴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不同的派遣 我們對它自感遺憾 但是國家辦外交 本來就是不容易 我們對於外交人員 是多鼓勵啊 多關懷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自己內鬥不休 搞得烏煙瘴氣 絕非國家之福 尤其在此關鍵時刻 沒有做好外交佈局 更顯現我們政務體系 毫無能力 貴為總統之尊 去觀測到這個事情 他出來就要能夠立即有所定奪 一錘定音 你知道否則的話 都是在消費賴清德總統 所以我今天要講格局格調 你知道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並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